YO 聊四季 天天天不不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輝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者的文明是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 是她的城鎮中心工作效率是非常快速的 因為是在開始5%加成 而且這個效果是連生時代 研發 手推車 直播技術 這些科技都是吃的到的 波斯人她的奇兵是她的主力 後期可以轉出薩巴爾騎兵 薩巴爾騎兵打蒙古徒技的話效果也是非常不錯的 後期波斯也可以考慮轉出戰象或馬功 因為他城堡時代的馬功可以研發安息人戰術 所以也是有這種特殊打法 但是非常少見 後期也可以轉出波斯工兵或火槍也是OK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蒙古文明 蒙古文明最大的特色 就是吃野味的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就是這些野豬跟羊羊或鹿都是非常快的 那蒙古人的肉馬跟草原騎兵的血量加成 是到城堡時代開始 清騎兵之後才會有 所以蒙古人前期也很適合肉馬開局 後面再直接鬼轉一波 大肉馬爆也是OK的 血量非常多高達118滴血 那蒙古人的後期還是他最精銳的蒙古徒技 他的馬功的攻擊速度也是一面最快的文明 所以蒙古徒技為什麼這麼強 他除了會順發之外 攻擊速度還是非常快速的 那蒙古人呢 他後期還有這個大衝車 俗稱的寶石姐 雷加布 他的金光技術可以讓自己的衝車移動速度特別快 那當然不是只有衝車速度變快 連投石車也是喔 所以後期的蒙古人喔 其實也很適合打投石車配衝車 還有巨型投石機這種搭配式的打法 也都很適合喔 OK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蒙古這邊配置喔 因為最近有觀眾在敲碗 說想要看蒙古的配置喔 那我覺得這把蒙古配置其實打的還蠻不錯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不是怎麼配的 那他開局呢是四個人 是這個木頭 那我們頻道也在講 如果你是要同兵開局的話 四人挖木就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這邊呢應該是騎兵開局喔 剛剛木頭一直沒有補 現在才補到第四個 那這裡的好處是 早點補下四個人挖木 就可以趕快展開自己的木頭數量 下這個軍銀阿 或是大家會補這個木頭 也才不會那麼缺乏 那我還是建議喔 大家是保持四木的開局 不然你是要打肉麻還是要打工兵喔 會比較好 因為三木的話也算是極限配置的東西 大家去學極限配置的話 穩定性都不是那麼好 反正是職業選手喔 他們不太喜歡用這種極限配置喔 因為極限配置的問題喔 本龍就被抓出來了 畢竟雙方都是職業選手的情況下 本龍被針對 這邊看到波斯 這邊是推了一條路回來 看到下方 這邊偵察有做到喔 而且蒙古的開局 他的視野是非常廣 我相信一般的龍馬 視野只有一點點 所以地圖上看起來會更明亮一些 這邊是三棒棒轉裝甲 三隻棒棒轉裝甲的蒙古喔 通常是想要爭取時間打寶兵喔 裝甲然後看可不可以黑跳成 不能黑跳成就下射箭場 然後直接轉一波槍矛 也有可能 這邊看一下拉達 MGL拉了非常多村民去追裝甲步兵 有點尷尬被抓到一隻落單的 這隻村民可能會被卡住 但是對手蒙古有點失誤喔 村民沒有卡成功 成功救回這隻二死血的村民 OK那波斯這邊可以考慮按更多的槍兵喔 進行防守 因為槍兵打這個弓甲步兵喔 雖然 雖然體質上來說是比較差的 但是他可以即時防守 數量一多喔可以逼退對手 但波斯這邊是決定直接轉毛病 因為他自己的黃金被控喔 讓他轉弓兵很困難 所以轉槍兵也是一種選擇 我們的影片之前也有看到 有這個用大量槍兵去戳 雙甲步兵喔 結果還戳癮了 當然還是要拉幾隻村民喔 一起暴打 但MBL並沒有這邊打出這個戰術 而是一個正常的毛兵開局 蒙古這邊是轉出了弓兵 還是想要往左側繞 看可會繞進去打到一點東西 這邊看你在插塔囉 果然 要把這邊的村民給逼出來 但MBL這邊的塔是高地喔 這邊是高地可以插個高地堡 魔防繼續追擊 MBL似乎沒有看到 視野好像很極限 這邊槍兵上去戳一戳 對這些裝甲步兵造成大量傷害 果然喔 用這個槍兵配這個村民喔 一起去打這個裝甲步兵喔 還是解的很快 因為槍兵喔 就等於是一隻村民的傷害 OK 全部解掉之後 用這個毛兵 逼退對方的弓兵 下方這裡被對方蓋好箭塔 他結果被射到了一村 哇 MBL真的沒有看到這根箭塔 OK 那如果這個墓區被空的話 只能往左邊這邊開囉 那往左邊這邊開的話 這邊要趕快把這裡圍起來 然後這裡圍過來 可以圍一個長方形的感覺 會比較好 OK 但一左一右 這個右邊到左邊 這一段的移動距離 村民都沒有採任何的資源 MBL這邊經濟有點被拖到了 但還好啊 他這邊農田早就已經下了15片田了 那蒙古這邊呢 為了打這根塔 還有這個轉工片的關係 農田其實並不多的 這次轉了一擊射出來 現在肉類非常缺乏 要升到城堡時代很困難 這個就是出去插塔的一個缺點 經濟會直接爆炸 好 這邊直接拉村民去扁劍塔 好 圍起來 當經濟長達 上面有來不及為 MBL手術失誤 尷尬 好 這一根城堡有機會嗎 下面那個城堡被打破了 11 Nice MBL這個包非常漂亮 但是還是有三隻村民在後方 這不敢打了嗎 這個是我話一定打 繼續扁 繼續扁 真的饒過這個女村民 哇 結果還是被打破了 MBL這邊失誤了 尷尬 反正想要關北湊 剛剛是四個大漢追一個女村民 使出有本 我們接下來看下去 結果上方 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看一下這裡 這裡該不會被射爛了 哇 這裡工兵過來 直接抓到一村 兩村 這時候MBL在空下面 哇 三村 四村 毛病還在發呆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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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村 哎呀 MBL 太慘了 飛一個 聲東即西 沒救 OK MBL 這邊有點差 總共損失了六隻村民 開局直接被蒙古 看到這麼多村民 他出來插箭塔也值了 不虧了 好 左邊補雷跟箭塔 能夠夾住嗎 哇 又被射掉一村 頭很痛 這邊工兵秀得太好了 蒙古這邊小工賺到了非常多村民了 這裡用村民打破了一個房子 然後來深插進來 蒙古是繼續三隻村民 四隻村民插箭塔 快 決定要來控農田 好 那待會也可以把弓箭手放到這裡 箭塔裡面 增加一下箭塔的箭矢數量 可以去射對方的農田 把農田射掉 也不錯 按農田 這邊看一下 村民有點直接往往直前 這邊村民很勇喔 可以收到殘血喔 沒有辦法 這波操作 雖然已經升到城堡時代了 但對方實在是太囂張了 拿村民去扁 扁毛兵 OK 光兵再過來 這塔裡面有 五隻單位 開始要設這邊的農田數量 好 再把弓箭放出來 蒙古這邊轉應該是 早安草原騎兵 或是聖車堡時代 先轉出一台投擲車 騎士的部分開始按了 這邊肯定是要按騎士的 城堡時代初騎 最強大的單位就是騎士了 CP值最高 而且體質超級優秀 10攻 然後鬆防2 好 也沒有助手劍死的關係 這個投擲車要小心 要被解掉囉 趕快找個機會修起來 騎士在後面開始繞 但是蒙古直接轉駱駝 而不是草原騎兵 OK 這個應對非常正確 OK 解掉了一根前線箭塔 今天可以慢慢拆除 不是打算用一根 一個青頭去解掉嗎 對啊 解蠻久的 因為有說明可能會來修 但如果腿過來 如果頭過來的話 可能會被打 這個投擲車 趕快招一下 兩個僧侶放出來招一下 但是僧侶走進到了 這個箭塔的射程範圍裡 喔 危險危險 這邊的細節控制要控很好 僧侶可能要再繼續按了 但黃金不太夠 MBL這邊 這裡有點危險 這裡要直接硬拆投擲車 但第一時間攻擊是生鯉 生鯉直接招到了一隻 但第二隻沒有招搶到 投擲車砸了一發 後面會有兩隻騎士過來解 但是承認東西一直在輸出 但是他有天生雙防二的關係 還有一擊馬卡 應該是能解掉這台投擲車 搞定 哇 黃果這邊雖然損失非常多的騎兵 但最後還是成功拿了他的這台投擲車 這要變燒了喔 可以繼續有 但是蒙古這裡有個細節喔 可以稍微講一下 他的石頭是有斷掉的 沒有繼續挖 你們待會可能 可以繼續挖城堡喔 是覺得不需要斷 你都已經深壓到這個地方了 待會再拉幾隻村子喔 直接在礦一下上方的城鎮中心 或是直接插在中間這個位置 直接手撕兩座城鎮中心喔 也是非常賺 就是城堡石頭不太需要去斷 繼續挖就好 那挖的人大概五到八個人 八個人是上線喔 越多的話經濟就越慘 萌果在這裡打算要撤了 看來沒有要壓寶了 那這一撤離時間也不錯 算是正常 有兩個投擲車的關係要修回來很困難 好 繼續拆一下右邊的箭塔 好 下方補了一個市集 修道院 還有射箭場 射箭場這邊要轉什麼東西呢 奴兵要升上去嗎 還有八隻弓箭手 八隻弓箭手 轉一下奴兵 再補個兩隻 沙漢力其實也蠻痛的喔 好 這隻肉麻抓到來撿聖屋的生侶 MBL這一波有點被打殘的感覺 蒙古這邊村民樹稍微領先 那四村這張七十一村 現在MBL村民樹被打了十一村的關係 現在迫不及待喔 趕快要去偷幾隻村民喔 補正一下村民樹喔 不然自己實在是太慘了 終於有機會繞到家裡看一下 你到底在湖裡賣什麼藥 就才發現 靠3TC開農 學了 你3TC 那我就4TC 你農我也農 這個就是有偵查後的一個決定 有偵查有差 欸 中間這根寶有點危險 沒有看到 啊 好險 他沒有往正面直衝 下走 要來壓寶 哇 這邊高地兩台收拾車被抓掉 沒了 防守漏洞 結果這根寶沒有壓 反而是讓對手壓在這裏 完蛋 結果這裏的寶還是被壓下去了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這邊這裏寶最後還是壓了 只是他是回家一趟之後再出來 好 這邊展出波斯戰象 然後後方有僧侶喔 這邊波斯戰象要小心 那是被招強掉的戰象 可是得不償師 但僧侶直接走到了城堡的射程範圍裡 被抽掉了 好 左邊的肉麻也在騷擾當中 這幾波看起來蒙古 戰具的優勢非常巨大 瘋狂多線操作對手 好 裡面還有幾隻肉麻也在騷擾當中 這邊被迫收村 再度被迫收村 然後存米蘇又落後的情況下 MBL這邊非常難受 好 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但波斯有這個工作效率加成關係 所以點帝王時代的時間 整體上是比蒙古這邊還要少的 好 左邊這裡稍微微一下 沒有問題 看起來左邊開始守住了 但蒙古這邊的多線操作 確實打得有點喘不過氣 這根堡也是順利解掉了城鎮中心 這個城鎮中心血量應該是OK的 波斯的城鎮中心是雙倍血量的 所以應該是射不掉 帝王時代應該是可以順利升級上去的 好 在城堡裡面補血的弱駝們 血量也快要補滿了 還有四隻比較慘 OK 兩邊的細節都有做蠻好的 這裡補下一些新的農田 現在MBL經濟有點慘 一直沒有把經濟拉起來 反正是黃金有點過多 好 躺在城地王 好 蒙古家裡也是經濟的發展很好 好 意識到帝王時代 巨型頭時機趕快按 存一些木頭 按巨頭 現在城堡只有一根喔 所以要量產巨頭也不太容易 好 這邊直接轉成縱裝騎士 我會轉薩瓦爾嗎 可能再訪對方轉這個蒙古圖記了 但其實蒙古沒有轉蒙古圖記出來 那看到裡面有插這個旗子喔 以為已經量產了一堆蒙古圖記在裡面了 在MBL這邊可能是想要先轉出薩瓦爾 就寫硬對喔 蒙古本身是有駱駝的喔 而且還有縱裝駱駝 所以轉薩瓦爾出來 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OK 看到大量駱駝 直接鬼轉縱裝駱駝 波斯這個文明就是這麼的狠 看到情況不對 直接轉駱駝硬對 也是OK 下方挖黃金的臭命 可能沒有辦法逃囉 這個巨頭開拆 兩台巨頭輸出當中 上方承認中心沒了 下方也沒了 這裡大概有 十九 十五片田左右 就這樣沒了 很可惜 好 換到這邊承認中心 這邊拆除實在太慘 MBL 不救 哇 村民太多喔 沒得跑 好 趕快再放出來一些 再收村 哇 沒有要放了嗎 讓 村民下面的村民 直接產到駱駝毒手 太狠了 MBL這一波 損失非常慘重 蒙古村民術已經領先了 將要五十村了 好 這邊 轉的戰錨 打不到任何東西 對方沒有轉蒙古圖祭 或是這邊駱駝防守 出現了一點問題 承認中心也沒了 哇 這裡超多田沒了 已經超過二十片田了吧 三個承認中心 然後二十片田 直接蒸發 這根寶相當關鍵 OK 蒙古這邊 開始轉出了蒙古圖祭囉 轉出動裝駱駝 三級弓先不點 轉出蒙古圖祭 OK 這邊也補下了三攻 喔 雲三級射已經升級好了 好 五台巨頭 應該是不是可以拿下來 左邊有少量肉馬 動物被駱駝給抓到 MBL動物抓到這些 到處亂串的駱駝們 動物圖祭被戰錨射滿臉 就往後拉 駱駝上去解決 這毛病送掉 駱駝不敢上前嗎 現在駱駝這邊在等三攻 但是駱駝還沒有三級馬鎧 被蒙古圖祭射 是不是遲到頭破血流的 這裡要上了 好 這邊用巨型頭刺機往前 我要被拆掉一台巨頭 後方駱駝沒事做 趕快要拉兩隻駱駝去解一下生旅嗎 OK 我拉的有點多 這邊要拉過去打的是後方的巨型頭刺機 前方勝利沒有阿里的意思 東湖這邊全軍會敗 這波波斯反打得非常漂亮 增加四台巨型頭刺機 也可以順利進攻 下方兩台巨頭也被拆掉了 NBL這波打的是大獲全勝 好 上方又少量兵在騷擾 這裡有波斯戰象 但是村民一直被追著跑 沒有辦法 好 這裡城堡繼續開拆 好 這裡村民 能速度逃竄 NBL這波稍微有點反打回去 但是村民處依舊沒有拉開很多 但是自己村民處還是很少 現在只剩下兩個TC在產地說明了 現在沒有石頭可以去補城堡中心 這裡趕快挖一下 看裡面生物怎麼噴出來 這兩個生物不知道怎麼噴出來的 好 落頭到後方看一下 蒙古家裡的防守 就只有左邊有城堡 中間這裡要進攻也不容易 因為是人家的門面 右邊還有一根堡 防守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不要騷擾比較困難一點 而且蒙古這邊轉出的是重裝長槍兵 細節細節 這個確實玩蒙古的人都應該要學的 雖然他沒有擊兵 但重裝長槍兵配上蒙古塗技還有駱駝 剩這個大肉麻 這個搭配是非常難解的 你一直出起兵的話 肯定是被戳爛 越戳越虧的 而且蒙古塗技你也不好解 而且對方還有波斯戰相 波斯戰相很快就會被槍兵給戳爛 哇 戰相血量掉很快 死了 沒了 好 遇到槍兵的問題 波斯該怎麼解的 波斯撐頭實在可以研發安嫌戰術 但現在短馬功又有個問題 他的馬功沒有三級射 所以在實戰上來說是很少見的 這個戰術延續性並不高 所以並不太常會看到波斯馬功的延續性打法 但現在波斯要解這波槍兵的話 可能最好的辦法也是自己轉槍兵出來 把他整個城堡掉了 那MBL這裡沒有打算要轉槍兵 而是按了一堆肉麻 所以這個兵種肉麻可能不能正面交戰 越交戰會越虧 好 蒙古這邊受不了了 你不過啦 我就要過去囉 那MBL這邊有高低的優勢 高打低傷害還不錯 但是被到槍兵戳到還是頭破血流 下方駱駝兵稍微拉打一下 把這個駱駝兵拉到左右邊 好 這邊繼續輸出 右邊的駱駝兵直接全面倒地 上方的巨型頭實際含在輸出當中 但是這邊的巨型頭實際快要守護不住 MBL村民只剩97寸 村民還在下降當中 這邊開始有些駱駝兵在打出名的 越來越多槍兵跟肉麻驗人過來 MBL這邊打出了拒絕 這一波看起來 MBL是沒有辦法扛著槍兵加上駱駝的威懾力 真的要轉槍兵出來才有可能打得贏 轉這個肉麻算是... 應急用的 他算是應急 但沒有轉步兵升級就有點... 為死一萬 這一波算是MBL的轉兵失誤 不然感覺是有機會繼續打 只是有機會喔 還不一定能打得贏 畢竟對方黃金空得比較好 野外的金... 他也是有吃到一些 這裡的部分 而且... 他的後期的蒙古圖技喔 波士也確實不好打 因為沒有三級色喔 即使出戰毛兵喔 也會手有點短不太好打 然後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蒙古拿到六萬二的資源 增值你的一萬二 蒙古可以把波士打成這樣子喔 真的只有把前期的波士打成殘備才有可能喔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KD拿到1.25的KD相當優秀 沒有辦法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